请大家介绍一部电影《黄岛余生》 想必前不久刚上映的一出好戏里的情节 大家都很熟悉 而这部电影就讲述了男主因为意外 独自在黄岛上度过漫长时光 最终活下来的故事 男主杰克是美国一家物流公司的工程师 他常常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和女朋友见面 还会时不时的经常出差 这天他又在长途跋涉中回到家后 见到女友两人兴奋的拥吻在一起 两人吃晚餐的时候 男主的上级又通知他新的任务 需要他再次外出 杰克临走的时候 女主送给他一样告别礼物 那是一块怀表 杰克打开怀表 盖子里还印有女友的照片 杰克十分感动 他也同样给了女友一个 类似于戒指盒的包装精美的小盒子 但告诉他暂时还不能打开 女友看到的时候也愣了一下 随后在一一不舍中送杰克上了飞机 途中飞机出了事故 油箱也发生了爆炸 飞机开始不受控制的一直下坠 最终飞机掉入了大海中 海水一下子光满了整个飞机舱 危急关头 杰克拽住飞机上的一个救生艇 经历狂风暴雨的袭击后 杰克抱着救生艇 飘到了一个荒芜的岛上 刚到岛上 杰克还十分的不适应 他只想如何才能赶紧离开这里 他找到了一些树枝 用树枝在沙滩上摆出救命的形状 但渐渐的他意识到 在这个荒岛上 求生的机会几乎渺茫 于是他开始转移目标 想办法怎样才能够继续存活下去 杰克在岛上摘了一些椰子 暂时解了口渴的燃眉之急 他还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尖利的石片 杰克割了一些简单的破布 包扎了自己受伤的双脚 他来到了小岛的最高处 眺望着远方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丝希望 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海面上 有什么东西渐渐的飘了过来 他急忙的奔到海边 震惊的发现 原来那就是自己所乘坐的 飞机的机长的尸体 他将机长的鞋子脱下 并拿走了还能使用的手电筒 又将证件罩 重新放回了他胸前的口袋里 然后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 为机长刻了一块墓碑 将机长安葬了 此时的杰克感到了更加没有希望 这天晚上 他突然看到了 远方有船只的亮光 哪怕他喊破了喉咙 也无济于事 第二天 杰克决定还是要靠自己 他乘坐着 当时带自己来到这个岛上的救生艇离开了 但乌纳海上的风浪太大 杰克的小救生艇 就如同大海上的一夜孤舟 还没有滑出多远 就被大海的一个海浪彻底打翻了 杰克瞬间被海水一吞没 在漂回古岛上的过程中 他的腿还被礁石给割伤了 前些的海水浸泡着伤口 杰克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 他拖着长腿 一拳一拐的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重新回到岛上后 杰克想起了自己当时和机长 一起被发现的几个快递 拆开后 杰克发现了只有一双滑冰鞋 一些乱七八糟的磁带 一条裙子 足球和纸伤 他用滑冰鞋锋利的刀刃 切开椰子 用裙子做了一条鱼网 开始了捕鱼生活 并且还经过不懈的努力 学会了钻木取火 就这样 他回归了人类最原始的生活 突然杰克不小心磕伤了自己的手 鲜血直流 他突然感觉到没有来的一阵愤怒 狠狠的将身旁的足球拍开了 但过了一会儿 平息了愤怒后 杰克重新将足球捡了回来 并突发奇想的给足球画上了一张人脸 他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维尔逊 从此后 维尔逊就成了杰克唯一可以说话的朋友 最后还剩下了一个没有拆开的快递 因为杰克看到那个盒子上 印了一双翅膀 在他看来 这双翅膀就是自己一个精神企托 带着这个精神企托 在维尔逊的陪伴下 杰克在岛上的风吹日晒下 度过了漫长的四年 四年后 他听到海边传来了一声动静 原来是一个板子飘了过来 他觉得这可能是上天 给自己的又一个机会 杰克用树枝和这块板子 杰克不再像唱词一样 毫无经验的碰运气 经过这几年 观察到的岛上的天气变化规律 杰克知道什么时候海风会逆向吹 利用这一点 他成功的通过了几个大量的袭击 大海风平浪静的时候 杰克在木筏上 看着自己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小岛 心里也有说不出来的难过 但是他这几年来生存的一个家 那里有自己的一部分灵魂 杰克一直抱着那个叫威尔逊的足球 但由于体力不支 杰克陷入了昏迷 醒来之后 他发现威尔逊掉入了海中 他跳下海 拼命地朝足球游过去 想要将它捡回来 无奈他只能看着它越飘越远 最终上帝顾劝了威尔逊 一艘邮轮经过了小木筏 杰克最终获救 再次回到了人类社会中 他看到了人潮在向他欢呼 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杰克的女友在他失踪时 就被告知遇难 早已结了婚 杰克找到女友 两人虽然再也找不到当初的对方 但心中那一份对彼此的爱 也早已失怀 影片结尾 杰克拿着自己还没有拆过的那个快递 来到了一户人家 但家中并没有人 杰克将快递放在了门口就离开了 幸运的是 在回去的路上 就在杰克迷茫着 不知道该去向何处的时候 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开车经过 热情地问杰克是否需要帮助 影片也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 并没有告诉我们 杰克是否和那个女主人在一起了 但那个女主人其实象征着 就是杰克继续开始新生活的一个希望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人生荒岛 不管你是失恋 还是失去亲人 好事不利 如果你在勇敢的迎难而上 挺过这些困难 你就是自己人生的强者 狂风暴雨的荒岛后生 狂风暴雨后 荒岛的余生 将会更加风和日丽